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与鱼 林俊杰说他15岁时就已经开始把妹了 罗志祥说他10岁时出文就给了青梅竹马的女生 而潘伟博则更胜一筹 自爆在7岁时就已经懂了心碰碰跳的感觉 三位好兄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果真是旗鼓相当 潘伟博出生在美国 后来跟家人回到台北 上小学五年级时他就瞄上了一个女孩 女孩子娇小可爱 笑起来仿佛天使一般 让他脸红心跳情难自尽 但那时的他刚开始把妹胆子比较小 压根不敢和女孩表白 便和好兄弟说了这件事 不料那位兄弟是个大嘴巴 转天就和女孩告了密 谁也没想到女孩也蛮喜欢潘伟博 还要了他的电话 俩人便包起了电话粥 情窦初开你能我能 俩人最喜欢听张学友的吻别 最后果真吻了 有一次潘伟博和女生去看电影 女生小鸟一人一直趴在他的肩头 他情不自禁就吻了下去 吻完之后 潘伟博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男人 一直开心了很久 这个初恋是潘伟博在参加超级访问时的初恋 到了潮流合伙人中 潘伟博和吴亦凡聊天 聊到开心处忍不住和吴亦凡爆料 我的初恋是个日本女孩 然而再到康熙来了中 潘伟博又和蔡康永爆料 我喜欢初恋两年多 但我们却只在一起一个半月 他就转头喜欢上了我的朋友 当时很受伤 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这三个女孩也不像是同一个人啊 那么问题来了 潘帅的初恋到底是谁 对潘伟博来说 小学只是实习 中学才是实践 潘帅曾在鲁语有约中自曝 上中学时 他看上了一个女孩 并且连续做了三年舔狗 才终于追到了对方 没想到 两人刚好了几个月 女友就被好兄弟挖了墙角 他只能暗自落泪 此后潘伟博变本加厉 变身恋爱达人 打开了花花世界的大门 高中时期 潘伟博突然喜欢上著名歌手Beyonce 极其想交往一个黑种女人 但苦于身边没有那种类型的人 只能作罢 高中毕业后 潘伟博离开台北 就读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曾在康熙来了中自曝 大学期间交往了八国女友 每一个都很正 这八国女友中包含了中美日韩法等 有壮实一些的 也有娇小一些的 反正各有千秋 最后潘帅总结 在所有女生里最喜欢日本女生 因为她们温柔听话 所以后来的潘伟博找轩云 也没有什么奇怪 毕竟Amy姐对她们的教导就是 不要把老公当老公 要把她们当老板 始终保持温柔听话 才能锁住她们的心 大学毕业后 潘伟博参加了BMG唱片和中天频道 在洛杉矶举办的歌唱比赛 并凭借杜德伟的把你宠坏获奖 随后签约到了BMG公司 再次回到台北后 潘伟博出了街拍平面广告 始终找不到事业方向 后来便和BMG解约 改签到了刘德华的公司 2001年 潘伟博成为某音乐台的主持人 正式进入演艺圈 不久后 潘伟博便认识了杨成林 并成了好朋友 杨成林看潘伟博刚到台北 以为她是单身 便开始积极地给她介绍女朋友 在杨成林的牵线搭桥下 潘伟博又成功把到了第十二个妹 多年后还曾在节目中感谢过杨成林 2002年潘伟博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 《壁虎漫步》开始正式进军歌坛 与此同时 她还先后在麻辣鲜师 麻辣高笑声 心动列车等偶像剧中客串 还拿到了最佳新人奖 2003年第二张专辑《我的麦克风》发行后 潘伟博的名气被一点点打开 渐渐有了自己的粉丝 但真正让潘伟博爆红的 还是2004年她和张涵韵合唱的《快乐崇拜》 毫不夸张地说 上至99下至刚会走 基本都会唱这首歌 因为《快乐崇拜》 潘伟博和张绍涵紧紧绑在了一起 不管是广告代言商演 他们都会结伴而行 随后便传出了绯闻 但当时的两人刚走红都不敢承认恋情 只有周边的好友们暗粗粗地着急 有一次周杰伦邀请潘伟博和张绍涵参加活动 现场要求大家画一幅画 张绍涵便画了一颗钻石 主持人问 画钻石的意思是想带上钻戒嫁人吗 张绍涵羞涩一笑 默然无语 周杰伦抢先回答道 这个问题你们该去问潘伟博啊 间接曝光了潘章的关系 但是到了2005年 潘伟博的绯闻女友却又换成了斯琳娜 这一年潘伟博和斯琳娜一起拍广告 两人原本是背对着镜头 完全没必要去真吻 但偏偏两人始终粘在一起 就连斯琳娜的好姐妹 Ella都吐槽说 真受不了他们两个 潘伟博还告诉我说 斯琳娜的嘴巴好软哦 随后两人的绯闻被吵起来 潘伟博接受采访时说 这是我的初吻哎 就这样献给了斯琳娜 拜托你的初吻都给了四五个女孩了 果真潘帅的嘴是骗人的鬼啊 潘伟博喜欢斯琳娜 林俊杰狂追黑比 这对兄弟是咋了 2008年潘伟博和杨承林陈妍希拍摄不良笑话 她和陈妍希的关系也变得暧昧起来 据悉陈妍希出道前最喜欢的歌手就是潘伟博 还将她的照片贴在床头 两人相视后很快打成一片 时不时就晒亲密合照 关系十分暧昧 除了张绍涵 和潘伟博暧昧不已的还有蔡依林 虽然外界一直说蔡依林是周杰伦的菜 和潘伟博肯定没关系 但也不能否认她和蔡依林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曾明确表示和杨承林太熟不好下手 但若是换成蔡依林她会非常开心 2009年 两人多次被拍到深夜一起外出 绯闻也不禁而走 除了以上几个特别出名的女星 台湾本土的一些嫩魔名媛和辣妹 也对潘伟博情有独钟 曾因恶女阿楚翻滚蛋炒饭 公主小妹而走红的卓文轩 也很喜欢潘伟博 还曾在节目中自爆 想租潘伟博当终点情人 潘伟博听闻消息后也公开回应 她对卓文轩也很有好感 会有发展的可能 2010年 潘伟博在拍摄《爱无限》时 又认识了杨贵妃张荣荣 潘伟博还在采访时表示 和她吻得很来电 记者问 如果张荣荣对你不来电怎么办 潘伟博再次拿出杀手锏说 我的嘴巴就是顶级肥牛 没有人能抗拒我的 不久后 潘帅就将张荣荣抛之脑后 又和周杰伦MV的女主 江宇晨贴心散步 进而传出了绯闻 江宇晨就是那个优乐美奶茶女主 大多数观众应该都认识 很有初恋女神的感觉 但没过几天 潘伟博就搭上了一位 叫杨富瑜的航门千金 杨富瑜是宝帽建设地产的千金 两人因一起出席杨富瑜姐姐的婚礼而相识 随后传出了同居的消息 但潘伟博不承认恋情 说我们只是同学 而杨富瑜不但连续三天出入潘帅的住处 还开着潘帅的车四处游玩 完全像一对居家过日子的小情侣 两人的绯闻一直传到 2014年还一度传出了见家长拍婚纱照的消息 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杨富瑜之后还出现了一个名叫Vaby的女孩 据说也是一位富家千金 两人被拍到一起在新加坡旅行 女方还晒出过沙滩背影合照 看起来亲密无间 但最后女孩竟然劈腿了一个富二代 潘伟博貌似被甩了 直至2016年 轩露第一次被卓尾曝光 但潘伟博依旧不承认 还写了一首Rap暗讽媒体 2017年潘伟博上我们相爱吧 和吴欣又吵起了CP 在吴欣面前 潘伟博变身纯情大男孩 竟然厚脸皮的说 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吴欣压根不相信 当场拆穿她 不可能我就知道一个 和吴欣传绯闻那阵子 潘伟博还和女网红下下暧昧不明 下下的前男友 因为气不过他乱约 在网上爆料 下下和多位男明星拍拖 其中就有潘伟博 网友还扒出了潘伟博的小号 直指他和女网红勾搭 但潘伟博表示不服 回应说什么叫勾搭网红 我只是用小号和家人亲戚互动 想要拥有一点个人隐私 有什么问题吗 若问潘伟博出道20年 为何从来不承认恋情 人家也做出过解释 除非是结婚对象 否则不会公开 因为女孩子都要嫁人 以后如果在电视上看到我 得多尴尬啊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2020年4月 周扬青怒垂落之降 说他是时间管理大师 还喜欢玩多人运动 身边的朋友们也个个不干净 简直是道德败坏 随后网友们开发罗志祥的朋友圈 发现潘伟博 陈柏林 吴克群等人都在其中 所有男性中 潘伟博的八卦最多 因为他和罗志祥关系超级好 两人会在每一年的生日 给对方送祝福 还会一起收藏球鞋万表手办 甚至连玩亲亲这种事都很娴熟 罗志祥和这样亲交往时 还曾带着潘伟博一起去打球 关系好到一目了然 2018年和2019年时 罗志祥还固定给潘伟博送出祝福 虽然都是些草点 但也证明两人的关系真好 罗志祥出事后 潘伟博一直在风口浪尖 一直很低调 直至三个月后 就突然官宣了和宣露的喜讯 宣露比潘伟博小14岁 曾是一位空姐 腹白貌美大长腿 而且温柔听话 恰好是潘伟博的菜 不料两人的婚讯曝光后 却引来王思聪的一句评论 潘伟博再次成了焦点 随后有人开拔 发现宣露和郭富城妻子方元是旧时 连貌似都是经纪人艾米姐的手下 艾米姐擅长将嫩魔打造成名媛 并帮助他们嫁入豪门 方元和宣露就是最成功的案例 绯闻吵到顶点时 郭富城和潘伟博都站出来力挺妻子 展现了自己男子汉的一面 但同时这两位也被全网嘲笑了很久 自打结婚后 潘伟博一直很低调 貌似在等着孩子的出生 谁能想到一个吴亦凡翻车后 竟然又牵扯出了他 实在让人恼火啊 潘伟博和吴亦凡在2019年合作过长流合伙人 随后还和吴亦凡一起投资了一家店 貌似关系非常好 再到2020年的中国新说唱2020 潘伟博一直和吴亦凡很亲密 至于有没有一起玩快乐的事 只能等警方的下一个调查通知 就如吴亦凡所说 这世上没有一片雪花是洁白的 拔出萝博带出泥 吴亦凡的事若继续扩大 必定会有多位圈内人受到牵连 这个圈子也是时候整顿一下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